糖尿病虽然当前发病概率很高,但是很多患者因为不知道疾病的症状因此延误了,而且糖尿病长久不至还会引发很多并发症。 本文就来认识一下糖尿病病发症有哪些。 糖尿病的病发症 1.糖尿病性脑血栓 脑血栓是近些年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血血管疾病,而糖尿病脑血栓的发病概率是正常人的12倍。 因为患者身体内的血糖升高,血液也会变得非常粘稠。 但血小板聚集性增加之后就会减慢血流速度,因此很容易出现脑血栓。 2.糖尿病性功能障碍 糖尿病还会导致性功能障碍。 比如男人会出现阳尾、早歇以及性欲低下,女人也因此会出现月经紊乱以及性欲低下的症状。 3.糖尿病性神经病变 人体处于高糖环境之下,神经细胞、神经纤维很容易产生病变。 临床症状为四肢自发性的疼痛以及麻木,四肢的感觉神经开始减退。 少数患者还会出现植物肌无力以及肌萎缩的症状。 如果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,还会出现腹性、便秘以及尿质流等等。 4.糖尿病性神病 这种疾病也被称之为是糖尿病肾小球因化症,是糖尿病非常难治的一种病发症。 通常会导致小动脉性肾因化以及肾入头坏死疾病出现,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致死因素。 5.糖尿病性心脑血管疾病 三高问题在很多时候是相辅相成的。 糖尿病患者也经常伴随着高血脂以及高血压疾病,容易诱发血管周样硬化,因此患者很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。 6.糖尿病足 糖尿病的莫神经发生病变,因此下肢的宫血会存在异常。 一旦下肢工序不足很容易,引起足部疼痛以及飞扬等等,这些被称之为糖尿病足。 7.铜症酸中毒 如果以导宿依赖性,糖尿病没有积极配合,中断或者从始至终,胃都会导致酮酸中毒。 8.糖尿病性演技 糖尿病会引起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,这也是糖尿病导致失明的肠气因素。 此外,糖尿病还会导致糖尿病性白内障,也是糖尿病总害视力最常见的疾病。 9.感染 糖尿病人的高血糖内环境非常适合细菌繁殖,而且高血糖状态也会抑制白细胞的吞噬能力,导致患者的抗感染能力下降。 糖尿病如果不及时会危及生命安全,而糖尿病的最后发展,为致命并非糖尿病本身,而是因为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的导致的,因此面对这种疾病一定要积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